工作室发文宣布 邓家家与圈外老公余颜和平分手 结束婚姻关系 虽然结局让人遗憾 但感谢曾经的相伴 看到这条消息 不少人反应是 但什么时候觉得话 大概是邓家家低调 不爱炒作的个性 很多人不知道 他与前夫余颜 这段相恋十年的爱情长跑 至于分手的原因 邓家家并未说明 但是2016年 他亲公微博 引发婚病传闻 当时就有消息传出 他遭遇婚病被出轨 随后同一时间 邓家家还在另一个社交平台上发文 再见最后一天 而这几个字 和一部电影名字正好一样 电影讲述的就是一个 结婚的男子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子 后来出轨的事情 这一扇大家猜猜 邓家家离婚是一位前夫出轨 具体分手原因并未说明 但如今翻看邓家家的微博 似乎有不少宣告分手的痕迹 包括曾经发过的 不要挂念 最近在自己的世界还不错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军 其实不管他们是 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 都是希望他们之间可以好聚好散 不要像其他人那样 离了婚之后还依旧纠缠不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resent之后 误订阅 转发 打赏我